现在韩丽心中百般不解 她可没自恋到董璇儿此女会喜欢自己 所以念念不忘派人寻她 其中多半有些什么古怪在里面 可惜黑山老者地位不高 对此一点消息也没有 可想了一会儿 韩丽还是无法想出董璇儿寻找自己的理由 就一摇头将之放置了脑后 不管董璇儿当初为何派人寻自己 有什么企图 但现在事隔多年 多半早已没有什么关系 而以她现在原因其修士的身份 更无需将之当一回事 想到这里 韩丽将这些鬼灵门修士的尸体掠依处理 向黄蜂古原本的宗门方向看了一眼 就离开了太阅山脉 韩丽不知就在她灭杀于红的同时 掩月宗旧址之处的一处秘密的闭关之所 一位面容枯瘦清奇 正闭目修炼的灶袍修士忽然眉头一皱长叹一声 往怀内一摸索掏出了一个暗淡无光的骨牌出来 灶袍修士玩着骨牌片刻后眯起了双眼 脸上隐有阴丽之所闪过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走出了闭关之地 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灶袍修士来到了一间大厅之内 面无表情地往大厅中间的十翼上一坐 随后手中白光闪动 不知何时多出一面青铜小钟出来 当的一声巨响 灶袍修士随意地晃动了一下子钟 轰鸣的钟声低沉悠扬 不知传出了多远 随后此人将小钟一收 木然地坐在椅子上 漠不作声起来 但片刻后 从大厅的几个片门中 匆匆跑出来三明结单修士 两男一女神色肃然 往老者下手一站 各个面带敬畏之色 刚才你们六十弟本命牌 灵光熄灭 看来遭了什么毒手 虽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但我碎魂门下弟子 怎么也不能死得不明不败 你们几个将那凶手找出来 生擒到我面前 我倒要看看 是何方神圣 遵命 遵命 弟子三人 没人可去办 希望下次召见你们几个的时候 凶手已经压在了困仙牢中 灶袍修士也就是鬼灵门的юда 碎魂真人 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一句 起身走出了大厅 厅内只剩下了三名结单妻碎魂门人 吴师妹 立刻给太岳分坛的人发传音符 看看是否知道 六师弟出事之事 若是不知 让他们立刻派人手追查凶手下落 确实弟 你和其他几处分坛的坛主关系不错 看他们能否派人查查 最近越国有没有陌生的高级修士出现 至于我们几个 也分别派出门下得力弟子 追查下六师弟最后出现的地方 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一等有消息传回 我们三个在一起出马 将此人拿下 毕竟对方能杀了六师弟 修为应该不敌 还是小心点为好 三人中一身无一的金翰修士 只是思量了一会儿 就条理分明地说道 另外两人 一名是风云犹存的三十余岁妇人 一名是浑身阴气的锦衣书生 妇人听闻此言 淡淡一笑答应 锦衣书生却是眉头微皱 略显几分为难之色 片刻后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七师弟 我知道你和六师弟关系一般 甚至还有些不和 不过 此事可是师尊亲口吩咐 若是办不成此事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厉害 不要忘了当初二师兄和七师弟 办事不力 所受的处罚 怎么会呢 我和六师弟虽然不和 但他如今已经身死了 而且又是师父求代价的事情 我怎么也会尽心尽力的 三师兄放心就是了 师弟知道厉害就好 我们分头行事吧 于是二人一男一女 离开了大厅 各自行事去了 数日后 鬼灵门的修士 还真是沿着那几人消失的踪迹 找到了韩力灭杀几人之处 经过一番查探 韩力原先的洞府暴露出来 那三名碎魂门人文言 亲自带了一批弟子干到了太阅山脉 他们三人出现在韩力的旧日洞府 站在韩力迁移走灵权 所遗留的大坑跟前 一阵面面相去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 韩云之和那姓柳的女子 也带着几名御灵宗的弟子 出现在一段崇山峻岭之上 匆匆地穿过这片区域 进入了越国境内 静州位于越国西北部 因为地处偏僻 大型城市寥寥无几 乡镇小城却屡见不鲜 境内多围小山丘陵 荒凉不见人烟之地 更是大有存在 也就是因此 静州盗匪毛贼 远比其他各州多出甚多 也是江湖武林人物 最混杂之地 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江湖势力 可以一同此区域 不过这也造成了此地民风彪汉 彪局马帮之类的涌现不至 和静州的盗匪数量 成为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日 在一处荒郊野外的土路边上 一场在静州各地 经常见到的一幕 又在上演 足足上百名身穿 粗布衣衫的彪汉男子 个个头扎黑金 挥舞着五花八门的兵器 正围攻着三十多名轻衣人 而在轻衣人的簇拥之下 数量高鹏马车被团团护在其中 正是一副盗匪大战标局的激烈场面 这些盗匪的后面 另有三名面目相似的黑衣人 冷冷望着眼前一幕 脸上不时露出狠辣之色 而在马车附近 有几名身着家丁服饰模样的青年壮汉 也是个齿棍棒守在那里 面色微微有些紧张 后面三四辆车内 坐着几名身着华美服饰的妇孺 最前面最大的一辆马车上 则有一位面色不惊的中年儒生端坐其内 此人三缕常染 乌黑发亮 虽然手无腹肌之力 却有一种久居上位的莫名气势 让人不敢等闲适知 中年儒生对面 有一个蓝色锦衣的球须大汉 背靠着车臂盘坐在那里 此人两手粗大 目射金光 竟是一位罕见的江湖决定高手 这二人身份显然非同一般 神情都镇定自如 而如此大的一辆马车 只有这二人而已 没有第三人跟他们同车 这二人此刻默不作声 但是通过马车上扮演的窗户 仍能将外面的情形看得真真切切 外面的杀声惨叫声 时不时地传入车内 头砸黑金的盗匪 人多势众 而青涩进一标举 标识伙计 则伸手较高 一时间双方僵持了起来 难分伯仲 见此情形如声微微一笑 忽然冲对面的球须大汉说道 看来不用辛苦力凶出手 天舞标局也足可以应付过去 嘿嘿 若是这些黑金道的那三位当家人不出手 天舞标局自然可以对付这些杂鱼 若三位人出手的话 这些标识伙计可就抵挡不了了 毕竟黑金道的三位首领 也是静州道上赫赫有名的狠角色 听说三人是同胞兄弟 非常擅长联手之术 普通好手遇到远非敌手的 大汉说着 脸上却隐隐露出兴奋之色 同时伸出粗厚手指微微一驱 发出了嘎嘣的爆响声 分明就是外门武功登峰造极 利兄啊 一说起和人动手之事 就是这般心仰难耐的样子 简直和以前的利伯父一般无二 韩亲弟 这个是自然之事 我们利家可是以武传家 遇到一些感兴趣的对手 自然想要深谅一下了 这就和你们韩家世代书香门第 总会有一两个人入朝为官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让我纳闷的是 我们韩 利两家如此南辕北辙 当初怎么会成为世交的 而且延续如此多年 代代都能如此娇好如初 哼 前些日子 我无意中翻过一些手扎 也知道一些新年的往事 利兄若想知道的话 我倒可以给你说说一二的 不过其中有几分是真的 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 虽我们利家可没有记录先祖知识的习惯 除非留下几套精绝的武学外 对我们韩利两家当年如何交往呢 可一点都没有提到 不好 那三个家伙果然出手了 显地稍等 我将那三人打发了 回来和我说下此事 求须大汉目光朝外面一扫 脸色微变 然后嗖的一声 人已如同强弩一般 进射出了马车 随后外面传来大汉的狂笑之声 打斗惨叫声大气 如生叹了一口气 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将车帘放下 不再向外看去 似乎对大汉信心十足 一盏茶的功夫后 外面的声音终于见之 车门帘一动 大汉风尘仆仆 闪进了车内 肩头上略微有些烟红 似乎负了点轻伤的样子 但其冲着如生 哈哈大笑说道 这三个家伙还真有些手段 让我花费了一些手脚 不过这三人也被我击毙了 从此黑金到在靖州 算是消失了 如生见此 却是面露歉意之色 这次若不是利兄跟来 恐怕返乡的祭祖之路 早成了我韩瑞的送死之途 看来那几个对头 真的对我恨之入骨 不过 因此倒是连累了利兄 哎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利家能在江湖上 安然立足至今 不也是你们 韩家数字出手相助吗 你我两家互相扶持 本就是分内之事 说得倒也是 倒是韩慕交情了 如生一笑 神色回复了正常 倒也是一位拿得起放的下职人 不过 韩贤弟 不要忘了给我说下两家的往事 我可对此好奇得很啊 大汉一边掏出一瓶金疮药抹在肩上 一边忽然想起此事追问 这个自然 说起来你我两家结交的过程 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你还记得 数十年前 亦是雄霸靖州城的七玄门吗 我们两家仙人 竟曾经在此江湖帮派内 做过师兄弟 据手扎上说 我们韩家的一位叔祖 和你们利家的先祖 在七玄门内亲如兄弟 互相扶持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两家才开始结交 而我这位叔祖更是了不得之人 据说当年 在中年如生淡淡的说话声中 清一人将双方的尸体 就地掩埋之后 几辆马车重新行驶前进 渐渐远去 从这荒凉之地 不见了踪影 清牛阵 韩丽浑身清光地 浮在高空数百丈之处 看着脚下的小城 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之意 这小城虽然小得可怜 只有数里大小的样子 但是和他印象中 只有区区一条街道的小镇相比 却找不出一丝相似之处 可是按照他记忆的位置 这里的确是当年的清牛镇没有错 看来一百多年没有回来过 当年的小镇 已经繁华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镇 韩丽站在空中 正正地望了一会儿 愁愁了一下 忽然施展了隐匿法术 身形一沉 出现在一个无人注意到的小巷中 然后才大摇大摆 走出巷子 沿着不宽的街道慢慢前行 真的不同了 韩丽看着街道两旁 一个个陌生之急的房屋 楼阁 心里乐乐自语 不知为何 明知道只要再向西边 飞行一点路程 就可以看到生养自己的小山村 和那座有黑的大青山 但他却迟疑了起来 不由自主地就在这 大便样的清牛镇落了下来 此刻 韩丽表面从容不迫 但心里却是极希望 从两侧找到一丝 记忆中的熟悉影子 但到目前为止 他都处于失望之中 突然韩丽的脚步一缓 在一三叉路口处停了下来 他凝望着路口边的一座 破旧小酒楼 在原地一动不动 此酒楼又矮又旧 只有两层大小 在酒楼门上悬挂着 春香二字的身黄牌匾 正是韩丽曾经住过两日的旧地 韩丽三叔 那位韩胖子 只掌过的春香酒楼